好筹划多年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3月29号成立日照学堂 那么跟一般福气站以及关怀据点不同的是 老家日照学堂以自立支援模式来协助长辈们能够回复肢体的功能 也透过AI科技来记录老人家的各项聚能的状况 宽阔空间让老人家在学堂能够重新学会居家生活的自立能力 回到家庭后也能够更自在的生活 筹划多年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3月29号成立日照学堂 与一般福气站和关怀据点不同的是 老家日照学堂是以自立支援模式 协助长辈们能够回复肢体功能 也透过AI科技记录老人家的各项职能状况 10年前我们一直希望老家能够有一个老人日间照顾的中心 近两年我们正式开始筹办 花了两年的时间成立了老家的日照学堂 我想老家日照学堂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导入自立支援的一个服务的方式 那希望这个长辈能够在熟悉的生活环境里面 能够做能力恢复的部分 让这些长辈能够更好的一个照顾服务 自立支援型照顾是最近几年最新的概念 对于老人家回复生活自理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那个自立支援型的日照 它特别强调的就是透过步行功能的提升 然后让长辈其他的生活功能跟着提升 所以在这个日照中心里面 它会特别强调怎么样训练长辈 从本来只能坐轮椅 到可以站起来 到可以慢慢的去行走的这个过程 那怎么样从轮椅上站起来 所以它就会有设计 像这样子的平衡感 举例我如果是坐在轮椅上 我就可以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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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后 那我现在只能站我的脚还很衰弱 不太能走路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驻步车 这个驻步车可以让长辈调到四人他的身高 然后担心他跌倒 所以我们可以护住他的腰 他就可以开始练习走路 那当一个人的步行功能提升的时候 80%的其他的生活功能 比如说刷牙洗脸上厕所 甚至穿衣服 那功能就会跟着提升 老家制造学堂空间宽敞 规划的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 厨房、厕所、洗手台、餐桌 都是让长辈们训练生活能力的地方 还有投影游戏设计和干嘛点购物等 让老人家在有趣的活动当中 可以增强自理能力训练 谢理会欢迎时报道